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 昨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国内有一本书被下架了 这本书叫做《崇祯,勤政的王国军》 网上流传的发行此书的独克文化公司 它发出了一份下架通知函 说是因为印字问题 要求经销商接到通知后立刻下架 随后国内专门卖书的平台当当网 就找不到这本书了 京东网也已经停止销售 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中 敏感书籍被下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多半是因为一些时政新闻 或者是国外的反极权的作品 但是这本《崇祯,勤政的王国军》 完全是讲历史的 一本讲三百多年前王国军的历史书籍 为什么会被下架呢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主任 陈悟彤 他是国内的名史专家 今年五月份才病逝 他这本书其实不是新书 已经出版过了 原来的书名叫做《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 2016年就出版了 这一次是再版 但是改了一个名字 可能是这本图书的编辑 希望改个名字更好卖 但是没想到这一改就改出了大祸 触碰了最高领袖的忌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这本书的封面介绍 赫然写着 昏招年年步步错 越是勤政越王国 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角度 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 走上王国之路 大家看这个内容的简介 第一个想到的人会是谁 我估计大部分人想到的不是崇祯 而是习近平 所以这本书被中共有关部门下架 也就不意外了 而且根据最新的消息 连之前的那个版本都下架了 秃头见不得光 一个自卑的人 最怕听见有人指伤骂怀 因为别人一开口 他就可能觉得是在骂自己 但是这种欲盖弥彰的行为被曝光之后 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成了一个大笑话 中共就经常干这种此地无鹰三百两的蠢事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之前对这本书根本不了解 没听说过 成了下架的禁书之后 反而很想买一本来看一看 看看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这本书之前的版本在网上的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估计都是因为很多人想买 可以说这个下架的禁令捧红了这本书 不管这本书的本义是不是影射习近平 在他成为禁书之后都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那么中共为什么这么害怕大家谈论崇祯 到底崇祯对于他们来说有哪些忌讳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习近平和崇祯相同以及不同的地方 一个亡国之君之所以能把国家搞到亡国 能力不足性格缺陷是普遍的特点 虽然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都背负着不同的骂名 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高有低的 如果把习近平和崇祯放在一起 恐怕崇祯自己都不愿意 因为侮辱性太强 崇祯所有的缺点习近平也有 但是崇祯的优点习近平一个都没有 那么崇祯和习近平有哪些相同的缺点呢 第一就是自大才输 刚愎自用 崇祯登基的时候正是大明王朝内忧外患 病如高荒的晚期 崇祯很想有所作为 当一个忠心之主 他立志要把大明王朝带回正轨 有这种大志向当然是好的 但是悲剧就在于 他的才能不匹配 崇祯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 16岁的时候 因为他的哥哥明熙中意外身亡 而且没有后代 所以他作为明熙中唯一的弟弟 匆忙中就继承了皇位 作为一个少年天子 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同时因为他本来不是储君 也没有政治上相关的历练 所以他是有先天的不足的 但是崇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反而是求至心切 他在内政外交上都是刚蒙有余 弹性不足 以至于处处被动 比如崇祯他根本不懂军事 但是他又特别喜欢瞎指挥 明朝有个名叫孙传廷 他原来是在陕西镇亚李志成 已经节节胜利 杀了第一任闯王高盈祥 同时把李志成打得四处流窜 抬不起头来 结果崇祯就是不放心 横加干预 他不信任武将 刚有点成绩 就把孙传廷给调走了 导致李志成屡屡起死回生 最后李志成坐大了 局势控制不住了 崇祯又命令缺兵少将的孙传廷 一定要和李志成决战 导致孙传廷战死了 明朝再也没有将领 可以独当一面 即便是如此 崇祯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都是下属执行政策不利 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诸臣勿正 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问题都是因为奸臣太多 而习近平这一点就很像崇祯 他能够登上大位 根本原因也是红色血脉 以及他老爹习仲勋在党内留下的好口碑 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多么杰出的才能 习近平的志向比崇祯还要大 崇祯只是想忠心明朝 而习近平他是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想当世界领袖 所以习近平上台以来 高举所谓的斗争大旗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与全世界的文明国家斗 一个连读稿都读不顺 常见的汉子都认不全的小学生 动不动就要给中国乃至全世界指明方向 自大财书钢壁之用这两个词 完全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第二个相同的特点就是高度集权 虚荣耗明 崇祯上台的时候 明朝已经建立260年了 政治上虽然是击重难返 但是他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而有效的文官制度 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词语 内阁 就是从明朝开始的 一般的大政方针 首先是内阁开会研究 然后会同六部商议之后 提出解决方案 也就是所谓的票理 最后才由皇帝批准 这种事实上的权力分散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个人专断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明朝的内阁他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 内阁的首府就相当于总理 他具体的行政是由内阁来实施 皇帝只负责最后的审批 但是崇祯上台后 完全剥夺了内阁的权力 势必公卿 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 都由他自己来决定 所以他天天批阅奏章直到深夜 说好听一点叫做勤政 说难听一点 就是大权独揽 钻断朝纲 这样一来内阁形同虚设 皇帝的水平又不高 那朝政能不出问题吗 习近平上台以来 也是一路的集权 实行所谓的小组治国 就是通过成立各种领导小组 剥夺原来国务院的各项行政之能 把国家的党政大权 全部置于自己的垄断之下 把政务变成了党务 党管一切 国务院的总理原本是中共的二把手 现在完全变成了他的家庐 毫无存在感 就更谈不上什么权力的制约了 有多大的权力 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你既然集权了 那么你就要负相应的责任 但是崇祯这个人 他又非常虚荣好民 他又想集权又不想负责 就每次出了事儿 明明是他自己做的决策 却总是把责任推给办事的大臣 有功劳是自己领导有方 有过错就是下属执行不利 比如崇祯他为了避免双线作战 他就想 阳外必先安累 准备和当时的后京 也就是满清停战义和 专心对付李志成 但是崇祯他又孤名钓鱼 他不想让人家觉得他是个妥协的人 就派兵部尚书陈兴甲 偷偷摸摸去和满清义和 本来义和已经快要达成了 但是这个事儿很快就泄露了 很多主战的大臣就反对 崇祯为了甩锅 居然说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 让陈兴甲来背锅 把他斩首灭口 后来谁也不敢再提议和的事儿了 明朝也就丧失了流转局面的最后的机会 再比如 李志成快要攻进北京的时候 崇祯他想迁都到南京 但是他死要面子 他不想人家说他逃跑 就想让一个小官来提出建议 自己来批准 但是又遇到大臣反对 他又翻脸了 他说自己没有这个想法 错过了迁都的机会 最后被困死在北京 这是不是跟习近平很像啊 习近平最喜欢吹嘘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但是出了事儿呢 又从来不肯背锅 最典型的就是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 从武汉封城到全民核酸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啊 这些其实都是他习近平一个人拍屁股的决策 刚开始的时候 封控和核酸都有点效果的时候 他大吹大蕾是自己的功劳 等民怨沸腾 封控政策一败涂地的时候呢 他又指责地方政府执行不到位 你们层层加码的过错 功劳都是自己的 过错都是奸臣的 这一点啊 崇祯和习近平啊 那真的是哥俩好啊 第三个相同的缺点就是 好行四杀 中间不分 崇祯啊 他本来不是储君啊 他从小在险恶的这种宫廷斗争中长大 就养成了刻薄寡恩 中间不分的这种性格 他在上台之初啊 就干掉了大权在握的魏宗贤 对燕党进行了大清洗 按理说啊 你已经除掉了政治对手 那么你就应该转移重心 干点正事了 但是啊 崇祯把对魏宗贤的这种斗争胜利啊 当做了一种成功经验 动不动啊 就用清洗的手段来对付大臣 在自己的权力已经非常稳固的情况下 依然要靠杀伐来立威 一旦下属的作为不合意 轻则训斥罢官 重则下狱砍头 崇祯在位17年 换了19个首府 50个内阁的大学室 要知道整个明朝276年 只出现过164个大学室 崇祯换的内阁就占了三分之一 他还杀了两个首府 11个总督 12个巡府 最典型的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在辽东的时候 满清根本没有机会入关 但是仅仅一个反监计 再加上崇祯的猜忌心理 这种国家栋梁 居然就被不明不白的杀了 自毁长城 崇祯这种中间部分 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变态的高度 他对卢相生 孙传廷 袁崇焕这些忠诚 心怀猜忌 严加防范 而对于温体人 杨世昌 高启前这些奸臣 则是信任有加 比如温体人 他纯粹就是个投机专营 无德无论的蠢货 他居然在首府的位置上干了八年 占了崇祯任期的一半 习近平上台以来 依靠所谓的反腐 清洗了江派 团派以及党内的其他派别 他早就是大权独揽了 但是你看他 跟崇祯一样 依然没有什么安全感 不断的用清洗的手段 一遍又一遍的树立 他领袖的绝对权威 那些不属于他的派系 不管有没有能力 基本都靠边站了 就算是自己的派系 只要感觉忠诚度有一点问题 他一样要清洗 今年以来国务委员 秦刚李尚福 还有火箭军那些 他亲自提拔的高官 都不能信念 而习近平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呢 就是蔡奇王毅 李强这些 长期歌功颂德 为他马首是瞻的人 说一句难听的 就是武大郎开店 高过武大郎的 通通不要 所以现在的中共官场 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德行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要甘心 扶手为奴 这样的官员队伍 怎么可能干得了正事呢 国家又怎么可能好得了呢 说了这么多 崇祯和习近平的相同点 咱们再来说说 不同点 否则 对崇祯就太不公平了 大家都知道 崇祯之所以在史书中 毁欲参半 甚至有很多人替他惋惜 为他喊冤 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无是处 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而且这些优点 恰恰是习近平 都没有的 第一个优点就是 勤政节俭 不心土木 崇祯集权是事实 但是他勤政也是事实 史书上记载他 机名而起 夜分不昧 往往骄劳成绩 宫中从无燕月之事 和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爷爷 万历皇帝不一样 崇祯真的是皇帝中的劳模 他在位十七年 天天坚持上班 除了有一天因为他生病实在撑不住了 请了个假 几乎是全情 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 都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他很节俭 他上任后 没有搞过任何一个面子工程 也不喜欢万邦来朝的那些虚荣 甚至他连一个皇帝上台必须要干的修灵墓这种事 他都没有干 所以在他死的时候满清为他发伤 但是找不到县城埋葬的地方 最后只能把他埋在他的贵妃 田贵妃的墓里面 所以崇祯的墓的规模是非常小的 但是习近平这一点就跟崇祯完全不一样了 习近平最喜欢的 就是让别人节俭 然后自己喝着茅台 开心的玩万邦来朝 这几天又是一带一路开大会 在名声凋敝的情况下 他依然灰金如土 这十年来 中国搞的这些国际性运动会以及会议 哪一次不是奢华无比 主打一个炫富啊 虽然在洋人眼里 不过都是当笑话看 习近平对内大搞雄安那种面子工程 对外又搞傻逼外交 为了他的大国领袖的排场和面子 挥霍无度浪费明知明高 他是从来不心疼啊 完全就是一副地主家的傻儿子的那种做派 历史上只有著名的秦二世和隋阳帝能跟他比一比了 崇祯这方面真的是太清纯了 第二个不同点就是道德底线敢于罪己 崇祯他毕竟是皇家出身 他知道作为皇帝是有道德责任的 所以很多底线他是不敢逾越的 比如说有个小官叫做韩依良 他就写了个奏折 大骂崇祯朝政腐败 但是这家伙其实是为了博出位 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乱讲的 崇祯虽然很不痛快 但是他也没有因言定罪 反而迫于无奈 把这个韩依良升了官 虽然是做样子 好歹也是做了 这要是习近平 这韩依良那就是任志强的下场了 看你18年看你敢不敢乱说 崇祯虽然很多时候对于官员非常苛刻 但是他好歹允许别人说话 也没有堵天下人的嘴巴搞什么文字欲 不会因为你批评皇帝或者是说错话 我就要搞死你 但习近平呢 这十年来你看看他搞了多少的文字欲 现在不仅是讽刺不行批评不行 你连赞美的不够大声也不行 再比如张献忠造反 把明朝皇帝的祖坟给刨了 崇祯虽然很愤怒 但是他没有失态 反而是下了一份罪己诏 说自己用人不当 激起了民辩 导致皇陵被烧 这都是自己的责任 不能怪地方 你看啊 如果要是习仲勋的坟墓被群众刨了 习近平他敢下这个罪己招吗 崇祯当政十七年 总共下了六次罪己招 虽然不敢说都是真心实意 但是好歹人家姿态还是做足了 还是敢于打自己的脸 习近平呢 你看他当政十一年了 搞得一地鸡毛 但是他有承认过一次错误吗 反而是天天舔不知耻地 吹嘘他伟大领袖的光芒 崇祯无人但是知此 而习近平是无知无人又无耻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心怀黎明军史设计 历史上的亡国之军 大多数都是被杀的 崇祯是少数几个自杀殉国的 也就是所谓的军史设计 他在死之前 曾经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了一份遗书 他是这么说的 正史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自去冠冕 以法覆灭 任贼分裂正师 误伤百姓一人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都要死了 崇祯也没有必要演戏了 所以这段话是真心的 他希望叛军不要伤害老百姓 你要泄愤 你就分我的师好了 这种担当 不愧他皇帝的身份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他虽然是亡国之军 但是还是有为君的道德底线 至少他还知道自己对于百姓的苦难 有责任 希望能够承担这种责任 但是你能想象习近平有这种道德责任吗 皇帝他是早就当上了 但是他什么时候想到过百姓呢 这十年来每逢大灾大乱 习近平基本上都是躲在北京开口炮 甚至往相反的方向逃跑避难 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清零一线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哪怕是做戏 也要去现场做一做喊一喊 但是习近平呢 他连做戏都不愿意 完全就是民众死活 与我无关的流氓嘴脸 皇帝我要当 但是皇帝的责任 我绝不承担 所以可以肯定 将来中共亡党亡国的时候 他习近平啊 根本就不可能像崇祯一样 心怀愧疚自杀殉国 他只会有多远跑多远 第四个不同啊 就是后世的评价不同 虽然王国啊 但是后世对于崇祯的评价 其实并不低啊 特别是他的对手 比如李志成啊 他在攻占北京称帝之后 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 就这么说 君非圣岸 孤立而扬造横多 沉浸行尸 比党而攻中绝少 也就是说啊 李志成都觉得啊 崇祯其实并不差 而满清对于崇祯的评价 就更高了 满清入关的时候啊 多尔滚消灭李志成 他打出来的旗号啊 就是为崇祯报仇 满清皇帝顺之啊 不仅为崇祯发伤 甚至亲自给崇祯写悲文 他是这么评价崇祯的啊 历经图治 肖干交心 原非 师德之主 而且啊 顺之还收藏了很多崇祯的书法 曾经有个和尚叫洪爵 他请顺之给自己提词 结果顺之说啊 政治合逐上 崇祯帝乃加尔 习近平要是死了 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 这个恐怕都不用猜啊 中国人的唾沫心者 估计都能淹死他呀 更不要说他的敌人 每个人恐怕都巴不得替他 挫骨扬灰啊 说了这么多啊 很明显啊 虽然中共作贼心虚 尽了关于崇祯的书 害怕大家把习近平和崇祯进行比较 但实事求是的说 习近平啊 根本就比不上崇祯 崇祯当皇帝啊 先天就抓了一把烂牌 除了明朝政治经济上的弊端 更重要的是啊 他的统治时期啊 遇上了罕见的小冰河自然灾害期 他在位17年啊 又13年发生了大规模的严重旱灾 黄灾 红灾 暴灾 瘟疫 等等 这是导致明朝农民起义 四处爆发的直接原因 加上他本身才能一般回天法术 这才导致了亡国 而习近平呢 先天是一艘好牌啊 他上任的时候 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正式顶峰 而且这十年也没有什么天灾啊 有的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人祸 包括三年疫情 其实本质上也是人祸 习近平拿着一艘好牌 全部打得稀烂 对类啊 大开倒车 回归文革路线 搞得经济崩盘 民生凋敝 对外战狼外交 搞砸了大多数的关系 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再加上习近平本身私德卑劣 毫无人性 完全就是一个不讲任何规则 没有任何道义 也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流氓皇帝啊 如果一定要类比王国之君啊 他更像秦二世水阳帝 比崇祯啊 他还差得远 他要是走到王国内部啊 恐怕内外都是敌人啊 绝没有任何同情和理解可言 所以啊 王国之君啊 还是有高下之分的 崇祯全下有之啊 一定不愿和习近平分享 梅山的那颗歪脖子树 因为习近平不配 他最有可能的结局啊 是卡扎菲 萨达姆 或者 齐奥赛斯库 周一有句话 形容习近平非常合适 今天啊 我用来做结束语 德博而未尊 自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选不吉 好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页故事 咱们下期见